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个主题 主题 是叫做艺人的感情深处的奥秘 艺人感情深处的奥秘 真的 群众朋友对这个已经觉得很好奇 因为艺人好像遥不可及 他真正的内心深处想些什么 对对对 这个胖忘了寄忘了些什么 其实呢 讲穿的呢 我是研究很久了 对对对 您是专家了 艺人呢 几乎可以说都是这个 都迷患自闭症 自闭症 这怎么讲 而且还有智障的这个倾向 不何况一些外来的艺人 或者向外发展的艺人 那更遥远了 他们是凭着一股什么力量 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 让他们可以在海外 一直不断地继续努力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们呢 听您这么一讲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批这个外来的兵团 是是是 有松田圣子 西城秀术的朋友 这小树跟小子 什么时候来都不联络一下 不要吹大家来吹 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朋友 那其实这三位 我们要因为你光一个人一个问 问不出来 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这三位都是港星 都是家喻户晓 都是非常有成就的歌手 演员 据我知道 他们三位都是这个演技精湛 对 而后又被发现 歌声也是非常美妙 然后到了台湾来以后 他们不论在任何频道里 再度都受到肯定 三个人都来自香港 不同的家庭 他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国语讲的都是不好的 来 来 来 我们介绍 第一位介绍一下 第一位介绍 邝美云小姐 好 欢迎 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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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到我们龙兄虎弟来 跟大家问候一下 好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第二位介绍的是 罗嘉良先生 你好 您好 欢迎你 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罗嘉良 第三位介绍的是 罗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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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 谢谢 欢迎 欢迎 来 跟大家 问候一下 今天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三位 为什么不讲话 我相信应该是蛮高兴的 因为三个人都从香港来 是不是 对 这个同时在一个画面出现 这种组合呢 有什么感想没有 意味不意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种组合 我没有跟他演过戏 也没有合作过 是第一次 在香港也没有 我两个都有 分别 两个一起就没有 对他们这两个女性 您在哪一个男人的立场上 给我们分析一下 他们两个女生 哪一个比较漂亮 不是 这样讲 他是可能会回答 把他们的特色给我们形容一下 特色 比方说我讲说 外表看起来 他们两个人都来自香港 以台湾人的眼光来看 他们都很漂亮 对 这个表现上出来的感觉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他可能会比邝美云 再狂野一点 就是说内心深处 你怎么知道 我都没有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上过我们节目 他也上过我们节目 就是告诉我们 就凭感觉就知道了 他应该是做事情 他比较果断 而且这个 心理专界 我也很果断 是吗 对啊 只是有时候国语不好 我表达不出来而已 我跟了一 三位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今天要做一项比较残酷一点 不能有隐瞒 想怎么答就怎么答 这样才能答 这个是问出真正内心深处 我们这个问题里面 这个癥结所在 对 我们请到一个专家 请了专家 特异功能 也是一位整人专家 可以说玩片的各种大小的测验 何况是心理呢 我们来问你介绍这位专家 这位教授 牛尔金先生 牛博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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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们出几个题目 而且很有效 当然可以 可以问出他们的真正 有吗 当然有 来来来 好 好 两位主持人也顺便坐一下 我们也可以坐 你带取两位主持人 你的奥秘 这样子啊 对对对 那是有意思 我们也有意思 一题就是 你住在怎么样的一栋房子里面 感到很害怕 会害怕 我选择题 第一个 你一个人住在 独自在顶楼的小阁楼里面 第二个 你这个房子呢 常常莫名其妙门打不开 第三个 那房子呢 常常停水停电 断水断电的房子 第四个 是这个 住在这个阴暗地下室的房间里面 还暗得还湿湿的这样子 这四个 选一个 你五位同时出事答案 同时出事 我跟罗家梁是一样的 我们两个一样 一样 第三 停水停电 只有我不一样 他为什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这样算不算不正常 这个重点不正常 这个题目 我问这个测验 测验说 你老了你最怕什么事情 年纪大了以后你怕什么事情 我们从那个邝远云跟 这个是是是 三号 常常停水停电 他们老了以后很怕没有钱 很怕钱短缺 什么东西 对啊 水跟电算钱 对啊 看他们这衣服小里小气的样子 果然是有这种感觉 真的没钱 我应该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啊 年轻的时候要多赚钱 对啊 先讲叶宜君好了 现在先讲叶宜君 你来选择 叶宜君 2号是什么 常说莫名其妙打不开门 是怕眼睛失明 耳朵听不到 重听啊 眼睛看不到老花眼 病头 像你们两位 怎么样 他们一个跟罗家梁的两个人 第四十号日 这个演奏 最怕什么 最怕性生活不美买 这平常跟你讲 他呢 比较准一点 真的吗 因为我啊 我太有把握了 不是找这个 这是哪有这种问题呢 好 认识的来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 真的有根据的 这个五个设计 第一个 门铃突然响了 第二个 房间小孩就 啊啊啊 就哭了 小孩哭 第三个 水头都哗 水一直在漏 没有关 没有关 第四个 电话铃又响了 铃铃铃铃铃 第五个 下雨天 衣服白 大太阳 衣服挂外面 棉被什么的 下雨了 又下雨了 这五样事情同时发生 你会先做哪一样 同时发生 顺序 把它做起来 我这怎么那么不果断 你招呼 怎么会这样 不是 需要考虑一下 没有关系 好 好 那我们就写好了 同时出示答案 我是一五四三二 三四一二五 二三四一五 一四三二五 三一二四五 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 只有绝了 五是差不多一样的 这五样事情呢 各代表一种不同的 这个象征性的东西 这样把它打开 打开 好 门铃声呢 代表的是朋友 朋友 小孩哭呢 代表的是 家庭 家庭 水龙头水没有关的话 代表就是 钱 这个 电话铃声响不停的话呢 表示 情人 下雨天衣服没有收 刚刚才先收衣服呢 就表示这个 事业 总事业 他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重视 最重视什么东西 像飞哥这样 第一个 一号 飞哥最重视朋友 五号 五号 第二个重视就是 事业 那我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重视这个 情人另外一半 哎呦 讲得好 那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个才重钱嘛 不是个钱财产 身外支 身不带来 死不带去 对 因为一定有了 可是家庭 为什么本来是最后一个呢 因为失败了嘛 好 哎呦 哎呦 牛博士 真准 真准 来来 麻烦解释 三 三号 第一个 他最重钱 哎呦 罗宣婉 不要这么小气 你这个人啊 我的时候你的前途很重要 对对 电话铃响 情人摆在一起 雨昂跟那个性关系是有关联的 第三个是 朋友 朋友摆在中间 中间 第四个 第四个 家庭 第四个家庭 第五个是事业 他最不重视事业 你搞老板 你是蒙上来的 哈哈哈哈 就是不里糊涂就成名了 那不晓得 不晓得 这算是一种 对 他自己写好了 这个女孩子自动自发的不错 家庭第一 家庭最重要女孩子 钱 第二 情人第三 第三 有了钱他才来谈这个 哦 对啊 没有钱不用跟他交朋友呢 就比较道理 不太重视朋友 不太重视朋友了 因为这个 这个彼此竞争也很厉害 嗯 不是朋友不重视我啊 哦 他的心里感觉是朋友不重视他 所以他才把朋友看他后面 对啊 事业最后 也是糊里糊涂红起来的 哈哈哈哈 所以做他情人会比较好 太厉害了 这个女孩子不简单 哎呦 他就第一 跟飞哥一样的个性 我就说他们两个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 我们一波云天啊 情人第二 没错啊 嗯 哎呀 先朋友再变男朋友 对 哇 还好第一个不是干爹 哈哈哈哈 干爹 情人 哈哈 最后是 我的钱以后再反过来照顾家庭 对对 试验呢 糊里糊涂 所以他只能写 那他也 你也是糊里糊涂 被你们这样解释 我都不敢拿出来 真的是 哎呦 哎呦 太准了 太准了 哇 太准了 真的太准了 哇 朋友 怎么会有两个钱 什么两个钱 你看他要钱要回这个程度 钱还能写那两个答案 这还写错 你这个是不是不所谓的 情人 他眼睛里面是只有钱 只有钱 第四是情人 情人 第五是事业 很准很准很准 他这个人完全没有事业观 很准啊 真的蛮准的 这个测验 小小的这个测验 把他们心里的奥秘 都挖出来了 就像没有啦 没有两题而已 哦 谢谢 谢谢 谢谢两题 如果下次还有的话 下次再来 还有更新的这个题目 来考好大家 我们希望牛博士常出一点的题目 对啊 谢谢 这个非常感谢到我们节目里面接受 这个心理测验 谢谢 谢谢他们三位 谢谢牛老金 鼓勵鼓勵 好